好的 主播 可以看到西班牙女子足球隊員 在舞台上是高興的跳起舞來 這是為了慶祝他們 在世界盃女子足球賽 第一次拿下冠軍 我們全世界都要祝福 祝福歐歐歐歐歐歐 只是在熱鬧慶功的背後 西班牙皇家足球協會的主席 魯維亞來 在冠軍決賽後被拍到 嘴對嘴 強吻隊員艾爾莫索 這也讓西班牙球迷認為 這光榮的一刻 就被這一吻給毀了 魯維亞來面對輿論壓力 只能出面道歉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在這段道歉影片中 魯維亞來是一再強調 球隊內部不會介意 甚至說這整起事件是愚蠢的 這樣毫無誠意的道歉 也再度掀起了網路論戰 有聰明批評 魯維亞來的舉動很可恥 還有人說 男性總是在女性慶祝活動上 模糊焦點 西班牙足球的新聞風波 在足球主席得到適當的處分之前 恐怕不會這麼快平息 以上是新消息 出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歡迎收看 感谢观看